观众美国财经动态 大家好 这里是美洲财经宿地 首先一起来看全球金融中心的指数最新排名 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公布的最新排名 纽约毫无意外地维持龙头地位 其次是英国伦敦 英国在去年12月完成脱欧后 无法准入欧盟的金融市场 最新排名对于伦敦而言可说是松了一口气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发表声明说 尽管过去18个月期间的巨变 纽约和伦敦相对强势的表现显示 这两个城市的金融服务业 仍设法维持他们的实力 亚太地区香港及新加坡的总体排名 分居第三和第四 不过平均比积分都减少25分 至于金融科技中心的排名 纽约与上海仍分居第一及第二 由于英国把有利于金融科技的政策置于优先 伦敦提升两个名次至第三 接下来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记者会重点内容 美国美联储近日宣布利率维持在近零水准 鲍威尔记者会谈话发表以下重点内容 首先是美联储最快11月缩减购债 明年中完成 美联储倾向等到缩减购债程序完成后才开始升息 关于升息美联储表示官员有半数预期 2022年至少升息一次 中间预测值显示联邦资金利率在2023年达到1% 同时美联储调高通膨的预估 预估美国今年GDP成长5.9% 低于6月所预估的7% 预估今年核心通膨率上扬3.7% 高于先前预估的3% 至于民众所关心的数字货币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置任积极主动的评估 是否会发行数字货币 但是现在尚未做出决定 将很快发布一份讨论文件 继续关注美国经济的相关数据 鲍威尔表示 美联储离距离通膨和就业实质进一步的进展 目标越来越近 美联储的经济预测出现重大变化 成长预测调降 通膨预期上升 委员会现在估计今年GDP成长仅为5.9% 低于6月预测的7% 但2022年成长率设定为3.8% 高于之前的3.3% 2023年为2.5% 调升0.1个百分点 FOMC成员也预测6月通膨将强于预测 今年的核心通膨率预计将上扬3.7% 高于上次预期的3% 2022年通膨率为2.3% 高于之前预期的2.1% 2023年为2.2% 比6月预测的高出0.1个百分点 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 预计今年的通膨率为4.2% 高于6月的3.4% 预计之后的两年将回落至2.2% 与6月预测值相同 此外美联储表示 将把日常市场操作的回购水平 从800亿美元提高至1倍1600亿元 下面关心美股本周相关的消息 美股本周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上涨506.5点 或1.48%至34764.82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53.34点 或1.21%至4448.98点 纳斯达克中和指数上涨155.4点 或1.04%至15052.24点 近日的涨势推动 主要股指本周重回绅势 道指和实质本周至今上涨0.5%和0.3% 而纳指小涨0.06% 随着十年期美国国债殖利率反弹 银行股因此获利而多而上扬 摩根大通 美国商银花旗银行至少上涨3.3% 由于高度依赖放贷 与利率相关密切的Regions和Fifth Third 等区域性银行涨幅都超过4.3% 接下来关注全美快递业纷纷涨价的消息 美国联邦快递FedEx表示 明年的物流运费将平均调涨5.9% UPS未来几周预料也将调涨明年的包裹运费 使得美国的货品运送费用涨幅达到近10年来的最大 也加重了商家把成本转加给消费者 或另寻方法抵消成本的压力 联邦快递表示 明年1月3日起 美国地区的快递录运和配送服务平均上涨5.9% 录运和配送服务主要运送电商产品 这是联邦快递和UPS运费涨幅8年来首次超过4.9% 不过美国消费者在今年圣诞购物旺季前 就会先感受到一波运费上涨 网购成本升高的压力 联邦快递11月1日起 对特定送货服务加收燃料附加费 UPS上月要求对于圣诞购物旺季期间的多种邮递服务 暂时调涨费用 一起关心三星已在美国投资建厂的相关消息 根据报道 一名三星电子高阶主管 已经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更多的税收优惠 换取按原计划继续推动在美国庞大的半导体建厂投资案 在标题为美韩全球伙伴关系供应链与半导体的计划中 三星电子全球公共事务主管指出 三星你投资170亿元在美国建新芯片厂的计划 使得该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国外投资人 三星计划把尖端的制成技术 应用于这座即将兴建的半导体厂 也由此要求美国给出更优惠的税务方案 他强调 扩大税务奖励也有助于强化整个芯片生态系 目前三星准备在美投资新芯片厂尚未公布 地点也尚未敲定 接下来关注持续芯片短缺的相关消息 最新的产业调查发现 半导体供应商人才短缺 准备扩大产能的半导体业者大都认为 芯片短缺的情况恐将持续至2022年下半年 调查发现 仅10%的受访者表示 来自供应商的库存增加 以及有大约80%的抱怨 很难找到扩产所需要的熟练人员 半数表示极端困难 根据这份调查报告 预估未来6个月内前景无变化 大约65%的公司预期劳动成本会上升 仅23%的预期招募熟练人员的难度会改善 目前台积电 英特尔 三星等都在盖新厂 过几年等新厂开出产能 半导体的供应会增加 但万界担心新产能除了应付眼下的需求外 是否还有任何剩余 最后一起关心Uber股价大涨 外界对前景的预测 Uber股价出现本季累计下跌11%的逆转走势 21日涨幅超过11% 为去年11月以来最佳单日走势 因其调升第三季猜测并预测很快就会获利 但市场策略师桑切斯警告 Uber的前景目前尚不明确 劳工因素仍是该公司最大不确定性 他指出 他仍在调整整个商业模式 一切将取决于是否将司机列为承包商 换言之 他的商业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存在风险 对于Uber从业者 加州法院于8月下旬裁定22号提案为限 该提案去年或投票通过 将零工劳工类归类为独立承包商 预计Uber和Lift将在2021财年继续出现净亏损 但远低于去年水平 两家公司预计将在11月报告当季业绩 以上就是本周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